中东那么乱 而沙特又富得流油 可为什么没有国家敢打他的主意呢 这就不得不说沙特的高明之处 正是因为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从咱们这里购买了几十枚东风三导弹 才换来了沙特几十年的和平 1980年代 两亿战争打得不可开交 再加上迅速崛起的以色列 这让沙特感觉到了威胁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 他们需要一种能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武器 它就是弹道导弹 但是以当时沙特的军事水平 根本研制不出来这玩意 于是只能向其他国家求购 而当时能研制出这种导弹 且大体量生产的国家 只有三个 就是美苏和咱们 因为沙特一直和老美 都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关系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美国 结果却碰壁了 人家不卖给它 苏联就不用想了 和你关系好的都不卖 和你关系不好的那更不能卖了 于是他们就想到了神秘的东方大国 过程是相当顺利 经过短暂的洽谈 便迅速达成协议 双方都生怕对方反悔了 1987年协议达成 沙特决定以现金支付的方式 订购35枚东风三弹道导弹 合同总金额达到35亿美元 平均下来就是1亿美元一枚 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不多 但是你知道吗 对于当时的咱们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因为这笔订单的总额已经超越了咱们1986年20.7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额 但是这笔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毛毛雨 他们根本不在乎 估计心里面都乐开了花 才花这么点钱就把国家的安全问题解决了 沙特咱们也没想到自己30多年前从中国这里购买的35枚东风三型弹道导弹 却保了他们几十年的和平无忧 交易达成以后 购买的这些导弹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990年海湾战争的前夕 伊拉克的野心越来越膨胀 尤其是入侵科威特之后 沙特就感受到了伊拉克军事的直接威胁 于是沙特军方在第一时间内紧急启动了东风三导弹基地的战备程序 并且沙特官方的新闻媒体也在进行报道 多枚东风三导弹被有序的运网发射基地随时待命 东风三虽然是咱们的第一代战略导弹 于1971年服役 但是其射程能达到两三千公里 基本上可以涵盖中东所有国家 也正是因为东风三导弹的亮相 使得当时的萨达姆不敢对沙特造次 在2014年4月29日的时候 沙特军队在阅兵式上 首次展示了部署近30年的东风三战略导弹部队 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你就必须拥有能够威慑其他国家的武器才行 而弹道导弹就是最强有力的武器 武昌之所以被称为武昌 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弹道导弹 海军没有军舰下水没关系 空军没有新飞机也没关系 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弹道导弹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房子 那么弹道导弹就是它的顶梁柱 这是立国之本 伊朗的海空军也不强 可为什么能被称为军事强国 正是因为其拥有各种各样的导弹 而且设成足以涵盖所有敌对国家 自从有了这次合作以后 沙特就成了咱们的大户 每年的珠海航展就是沙特的双十一 只要看上了直接买就完了 好